日元上周跌至1美元对151日元创32年新低 日本才向首度表态适度干预 外媒指出尽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 日本当局可能已经花费了超过570亿美元来支撑日元汇率 但日元周而依旧疲软 在1美元对149日元左右交易 外媒路透社报导 日本汽车大厂丰田正考虑重新启动电动车战略 以迎战特斯拉等公司正在审查中的提案 如果正式通过将给丰田带来巨大转变 并改写这汽车制造商去年宣布的 380亿美元电动车推广计划 红博报导 华府官员正讨论调查马斯克收购推特计划 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新链卫星网络服务 原因是担心马斯克近期对俄罗斯的立场越来越友好 对此白宫否认对马斯克展开国安调查 脸书母公司Meta的股东 Altimeter Capital Management 在给执行长组克国的公开信中指出 Meta发展元宇宙让投资人失去信心 必须透过裁员与削减资本支出 精简营运 新行业台电视整理报道 BG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